海淘法师 红发型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 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了伴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清廉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随喜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一次传完这个期息 各位忘了把这一本带回家 好不好 因為你每天最好在家裡唸一遍食供養 再來是平常初一、十五 或是你自己今天放假 你要受包含再戒 那最好你自己唸 因為這裡面有短軌 你如果有時間你要唸長的 自己唸也不會超過三十分鐘 但是請翻到一百六十六頁 這個短軌大概五分鐘你就唸完了 但是早上各位聽我這樣講 就是說你那一天決定要唸包含再戒 就在你早上起床 太陽還沒出來之前 你刷完牙了你就在佛前唸一遍 這樣就好了 要在太陽出來之前唸完要唸完戒 十分鐘就唸完了 有兩個短軌 當然你唸長軌也可以 我剛剛說了 然後你唸完了這一整天 你就保持正念去做事 哪怕你要上班 你有家庭要煮飯 你還是要照做 當然如果你的家裡能夠體諒 你說今天唸包含再戒 就煮素食 那更好啦 所以我們以前就經常鼓勵別人 就是說三四個人到你家唸 然後你負責煮五災 對不對 然後下個禮拜到你家 下個禮拜到他家 然後他們家庭才能夠 大家全家都學佛嘛 所以要互相互相去影響 那個時候你就唸短的就可以 短的就不會很困難 所以你唸一遍 然後175頁是另外一個短軌 然後呢這本書的後面 還寫了受八關在戒的各種的功德 怎麼發願 怎麼回向 然後受這個戒 有什麼樣特殊的功德 都寫得非常的清楚 那這樣你就越來越了解 然後你就會鼓勵別人來受這個戒 而且受戒的經典的根據是什麼 那這上面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唸一段好了 請翻到221頁 你只要受一條戒 就有這條戒的功德利益 221頁就在八關在戒這個 我們唸一下 來 受持八關在戒的陰與果 一 在昆都三人齊寢經中 佛陀被問過去您是積了什麼因緣 才能認得金剛聖身 擁有三十二身 相莊嚴等 包括無見頂相 如來達 這是因為過去是捨離了有起禍而殺身 由降伏新的煩惱 使我不減短他人的生命 所以起禍而殺身 就是說你要去殺不是隨便殺 你一定生氣了 起了煩惱 所以你去殺身 你看到那個老鼠很討厭 起了就像蚊子叮你一樣 你起了這種煩惱就把它殺掉了 你有個動機就把它殺掉了 所以但是你能夠忍 我明明可以殺 我降伏新的煩惱 然後我不去殺他 這個叫不殺身 那這樣不殺身呢 那你將來就有佛陀的 金剛不壞的身體無見頂相 這個意思 第二 為什麼佛陀的手有千伏淪相 而且修長手指發出網狀的光芒 如來達 這是因為過去是 舍離了有啟禍 而取他人之物的利益 好 各位你手拿起來看看 長長還短短 如果你手指到短短 你可能很喜歡打麻將喔 很喜歡偷喔 而且你這個骨頭的筋 包包包 代表你這個人保證貪污的 所以你手不偷到的人 手就會比較壯嚴 甚至各位你回去 進美國機場還要按手印 你回去看看 你十個手指頭有幾個輪向 所謂輪它是右旋的輪 有些是這邊右旋那邊左旋 那邊左旋 佛已經達了十個都是右旋的 輪向 但是佛是千福輪向 整個手 這些手紋都是很莊嚴的 不像我們這樣複雜的 所以因為你的手不偷到 而且懂得去幫助別人 就有這個相貌 第三 為什麼佛陀有圓滿的五光和身體 如來達 這是因為過去是 舍離了有起或所造的邪淫 所以不邪淫的身相莊嚴 臉相也是莊嚴 第四 為什麼佛陀有廣常者相 勝於既美又動聽 像大飯天的音樂 如來達 這是過去是舍離了出於起或而忘語 所以念一次來 不騙人 口才好 不罵人 唱歌聲音好聽 不說是非 講話別人喜歡聽 不講沒意義的話 說話才會清楚 舌頭要綁安全帶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注意 因為你要念佛誦經持咒講佛法 那佛陀不一樣 佛陀的聲音不一樣 它叫六十四種音 任何一個人都聽佛陀的話 都聽得懂 不用翻譯的 佛陀不用翻譯的 不用拿麥克風的 而且佛陀的話 聽一遍以後 身身世世都記的 所以佛陀講這麼多的經典 就是他口頁 叫語頁倫的功德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修這個 你要從今天開始 控制你講話的方法 可生氣的地方也不要生氣 所以我經常講這個 我師父告訴我要背的 他說地上有大便 要不要去吃 沒有人要吃 那你為什麼要用你的嘴巴 去講別人的缺點 那不是在吃大便嗎 各位把它記下來 你就要一直告訴你自己 然後你的習慣就會改了 不然有些人很喜歡去講 老公我跟你說 這樣 然後就是講一些負面的 那千萬不要 不要講 嘴巴打開都講正面的 都講讚嘆別人的 這個要養成那個習慣 再來第五 為什麼佛陀有四十顆 鐵白整齊的牙齒 並能品嘗到 食物最特殊美味的味道 如來答 這次過去是 捨離了陰起或 而非實實 所以嘴巴不貪吃 特別過五不食 牙齒好看 而且吃什麼東西都好吃 第六 為什麼佛陀身上 充滿了德性的清香 如來答 這是因為過去是 捨離了陰起或 而香花曼徒生 所以你現在 不喜歡擦這些世界的香水 以後你光生下來 那個身體就很香 你不會有身體的臭味 第七 為什麼佛陀有三十二項 八十種隨行好 如來答 這是因為過去是 捨離了陰起或 而歌舞和打扮裝飾 所以一般女孩子很喜歡 跳舞啊 打扮得很那個啊 以後你就比較麻煩一點 怎麼穿也不好看 所以 因為 炫耀自己的外表 所以各位多守八晚再見 久了以後你會覺得 你越來越壯年了 越來越自然美 第八 為什麼佛陀享有三法座 蓮花日月輪 如來答 這是因過去是 捨離了陰起或 而坐臥高廣床桌 所以每一個佛陀都是坐蓮花 日輪月輪 然後再放佛陀在上面 所以各位就是說 今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要去睡大床 盡量捏帶自己 有人不搗蛋 坐在椅子上睡也可以 開始練習啊 所以為了要利益眾生嘛 就不要貪著現在的享受 第九 為什麼佛陀有圓滿和無缺點的五官 並且讓人目睹佛陀的聖身而勇敢歡喜悅 如來答 這是過去是捨離了陰起或飲酒的緣故 久能使人放縱 一時 為什麼佛陀有無間頂向 如來答 這是因為過去是 拜佛時無體頭地 頭和四肢 並供養佛法身上師 受戒師和方丈 手拿起來摸摸頭頂 尖尖的還扁扁了 扁扁要懺悔一下 女生還可以把頭 弄一個高高的 所以佛陀是高到看不見 無見頂向 因為用頭頂禮啊 供養 第十一 可知如來的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 也是因地上修行得來 所以相好莊嚴 是如來果地 依報莊嚴之一 那請翻到兩百三十五頁 那我們受八萬載戒 一直要祈願回向給眾生 這是我們大乘修行很重要 就是不要為自己想 不要自私 要祈願 一直祈願 你在報紙上 任何一個地方看到的災難受苦 你馬上要為祂祈願 而且自己發願在修什麼功德來回向給祂 就是媽媽生病 我要為祂守七天八萬載戒 你會這樣做的 那同樣的世界的每一個災難 都是你發願的祝願 所以如果你能夠這樣回向了 這個功德永遠不會散失掉 而且每一天這個功德都在增上 一直增加兩倍四倍八倍 所以用一個利益眾生的菩提心 來守一天的八萬載戒 然後你就天天在享受這個功德 所以站在世間法守一天的八萬載戒 就可以七次升天 七次做富貴人 站在世間法 但是如果你站在這種利益眾生的願力 就像今天聽我牧師這樣說 來當願所有皆有 脫離貧窮 有吃有穿 有房子住 找到工作 獨立自在 現在你馬上要祈願 那你就跟整個世界的所有的街友 都跟他們結下善緣 那你的信仰會很廣大 所以各位要這樣子來祈願 所以我們也念一下 八觀災界回向文 一如此回向 會使我們的善法功德與日俱增 就如同把錢存在銀行 會不斷完成利息一樣 二 所以要有 令善法功德不會消減 且日益增長的最好方法 即是回向 即使不能做到三輪體空的回向 也要盡力做到隨願的回向 三 因此 我們平日要積極地培養 利他的心情 並且不要另於回向功德給眾生 四 那現在要不是光念喔 念是當下的心 當你在念的時候 真實在發願 發願是一種誓願 不會改變不會退轉 這樣才會產生功德 那各位一定要念習如此 比如說你用菩提心念佛 念很久了 你這個人很特殊喔 這個人心情不好 身體在痛 你只要講話你好嗎 他就好起來 因為你的口業的力量 所以各位一定要念習這個 你的眼睛要有眼睛的力量 你的眼睛多點燈 多看佛像 多看眾生苦 你的眼睛看到別人 他就可以得到安定 你要開始念習這個 所以你的身體多去幫助別人 多拜佛 你的身體別人一碰到你 他的痛苦就沒有 踏到你的影子 他痛苦也沒有 所以佛要我們善用 我們這個短暫的身體 來修無量的夜報 那最強烈的就是你的心願 你的心願 所以一個人 給人家感受到很相信他 而且好像看到他 像陽光一樣 因為你的心 心靈的力量很強 這是超越語文 超越宗教的 那各位要經常真實的去念習 比如說 現在各位來參加八官再介 可能今天很乖 但是平常你在家裡可能抱怨 這樣 然後你這個人給人家感覺 就是那個負面的感覺 這個騙不了人的 所以 那各位從今天開始 沒有自私嫉妒抱怨 只有不斷的祈願 不斷的祈願 而且真心的這樣發怨 媽媽媽媽你的個性啊 你的魅力啊 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念大家真心的祈願 要感受到他的苦 所以為他來發怨 為他來修行 這是最圓媽媽媽 來 1. 願受身心痛苦的十方眾生 因我的功德而得如海式的快樂和喜悅 2. 願一切眾生不受害 3. 造惡或生病 3. 願一切眾生沒有恐懼或被人欺負 心不被憂悶所壓 4. 願忙者健身 容者能丁 5. 願因辛勞而疲乏的身體得休息而復原 6. 願罗者得衣 7. 饑者得食 7. 喝者得水和美好的飲料 7. 願窮者轉腹 8. 悲傷者得歡樂 8. 失落者得希望 8. 願風調與順 9. 願所有的藥物能有效 和合理的祈求如願 10. 願一切病者迅速由痛苦中解脫 無論世上有什麼疾病 願他們永不再出現 11. 願人們想到互相幫助 尊重一切生命 12. 願所有眾生都能生起受此八觀災界的願 直到他們正得菩提 13. 願所有看到這八觀災界真理的人 就算沒有實行 也能永遠不落入三惡道 更能生起菩提心 並迅速得正菩提 14. 願眾生永離三惡道 永不離真善大聖師父 15. 願所有爭執、善爭和飢荒災難 立刻平息 我們念成就所願奏 能夠滿我們真實的願 當然這只是個比喻15條 你可以寫100條 108條 因為所有世間的痛苦 都成為你的願 這是很重要的修行 來 念一下 德雅塔 伴戰者 阿瓦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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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認識的人 對所有傷害你的人 你都要不斷地為祂祈願 因為讓你的心一直圓滿 一直非常有力量 這是我們該修了 就像我們在念奧馬尼伯達 當願六道眾生 脫離六毒煩惱 脫離六種輪迴 各個都能夠發菩提心 但是就一直奧馬尼伯達 就是念咒是有這個意思 如果沒有這種利他的願力 讓你來念佛持咒 就好可惜 就像我們念阿彌陀佛 各位只要在路邊念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凡事讓你見到了 都坐在蓮華去了去了 讓他們心裡都能夠 到了極樂世界 讓他們的身體 在這個世間 修慈悲心 這樣就不斷地祈願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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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念慢一點可以 你不要一直 阿彌陀佛 你要去哪裡 我要敢一萬遍 我要敢十萬遍 這裡面一點愛都沒有 一點慈悲都沒有 那對你就沒有幫助 念咒你的臉乖乖 所以各位可以慢 但是要不斷地祈願 你在自己家裡修行 不用趕時間了 沒人在趕你 因為你要很慢 很慢 但是真心的祈願 希望眾生 對方都好 所以各位最好在家裡 能夠貼的六道輪迴圖 每一道的苦 為他們念 有佛菩薩 有淨土 有六道輪迴圖 就一個一個一個 幫他們祈願 然後讓內心裡面轉化 好 一個人之所以有痛苦 有生病 特別生病 有三種因緣 第一個 念一下 業力 第二個 冤親在主 第三個 事打不挑 那這個業力 那就是我們要忏悔 得癌症 症 痠痛一直不好 症痛 洗腎 心臟病 等等 都不離開我們的煩惱 所造的惡業 那所謂煩惱 癱的煩惱 會造成水的病 就是腎臟啊 血液啊 糖尿病啊 這樣 症的煩惱 會造成心臟病啊 肺部的問題 肝的問題 肝的問題 魚癡的煩惱 會造成這種 所謂的 硬 就是骨頭的問題 等等 當然 各種煩惱 所造的惡業 那我們要 虔誠 忏悔 那特別我們要 消災 希望它 消除 病苦的 那這感情的 世界上的障礙 特別我們要超渡 超渡就是 希望它脫離地獄道 惡鬼道 出生道 那當然 它一定有造了這個 下地獄 惡鬼道的業 所以 我們要 代替它忏悔 那話要講回來 你不可能說 我在造惡業 叫別人不要造惡業 不可能 所以你要 代替你的父母祖先懺悔 至少 你的功課要比它好 所以 它殺業重 那你不能有殺業 你才能夠 代替它懺悔 甚至你 以 不殺生 不造殺業的功德 可以回降給它 不可能一個貧窮人 可以給對方錢 因為你根本沒有那個福報 所以我們一整天 不斷地修福報 特別我們戰兵法師 戰略法師 今天等於辦了四五場法會 累不累啊 但是 意思是說我們 沒有浪費時間 我們出家人 並不是 閒閒沒事幹 整天功課排得滿滿 從早到晚 為什麼 就算你無病無苦 但是眾生病苦 不可思議 很痛苦的 所以 意念的眾生苦 我們要不斷地 來累積功德 忏悔業障 就像我每次人家告訴我 某人生病啊 那我要替他寫牌位 寫牌位 我就認為說 這個寫牌位一定跟我有緣 一定做過我媽媽 做過我爸爸 不然我寫不到他的牌位 所以各位 你去幫人家祝念 那這個人接受你的祝念 一定是你去保恩 不然你沒辦法去幫他祝念 所以 我們就要替對方忏悔 自己甚至跪下來 就像替媽媽替爸爸忏悔一樣 那我想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修行 你怎麼說我是出家人 高高在上 對一個不認識的人 你還跪下來替他忏悔 這個就是修行啊 如果你這個傲慢自以為是 那你永遠進步不了 所以學佛對自己要有忏悔心 這個世間只要有一個眾生在受苦 都是你的錯 所以要有這樣子的慚愧心 才能夠講最後的菩提心 你捨棄於一個父母眾生 你不可能成佛 所以各位要經常這樣 練習 所以業障要虔誠懺悔 那冤親債主呢 除了向他懺悔 那你要滿足他欠他債吧 感情不快樂的人多供花 多供糖這樣啊 缺錢的人多不思 因為你有金錢債主 那這個冤親債主 最好各位每天參加法會都寫一張牌位 昨天的跟今天的又不一樣 明天還有呢 意思是說 每天每天都有不一樣的 累世累世的 因緣 冤親債主 回來討報 不可能說 今天兩個冤親債主超度完了 這輩子就沒有了 不可能 因為只要有一個眾生在受苦 都是我們的冤親債主 至少自己的要懺悔 就算你懺悔完了 還有你爸爸媽媽 你兒女的 這個都跟你有關係的 所以業力要懺悔 冤親債主要超度 那你要超度 你要不思功德給他 仿生 點燈 誦經 印經 這些都可以 包括今天 各位 我們這麼精進 這麼多人 在這邊發佈離心 首八萬再見 聽了這麼多法師的價值 而且大家還慈悲不思 幫助這些街友等等等等 那這些你要不斷的觀想 去回向給他們 冤親債主 第三個就是四大調整 那你要多吃素 運動 曬太陽 看醫生都可以了 那這樣呢 這個病苦才可以消除 但是如果 就算自己完全都很圓滿 但是問題是眾生還在受苦 所以 業造成我們不自由 所以各位呢 業來自於煩惱 所以菩薩存在的目的 列下來 煩惱無盡寺願段 因為所有眾生之所以痛苦 眾生無邊寺願度 是因為都來自於煩惱 有煩惱就有眾生 所以我們在法醫院 法門物量寺願寺 最後才可以佛道無上寺願成 所以在這一點 那每天都要為眾生而忏悔 而精進 而學習 而不離開成佛之道 所以就算各位今天聽了 聽了這麼多法師的慈悲的開示 每一句話都很重要 你也不要看清這個很白話 這個沒什麼 但是呢 句句都是在利益眾生的 當然也希望各位學習跟人家說法 就把你了解的佛法 跟體悟的佛法 盡力地來告訴別人 可能你會覺得你口才不好 會怕 但是凡事熟能生巧 因為當你有慈悲心的時候 你就忘了這個了 慈悲無障礙 怕一個鬼你會退縮 感受到鬼的痛苦 慈悲你就忘了它是鬼 所以你只會盡力而為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想之前 我們再一次的忏悔 所以自己虔誠忏悔 所有的痛苦來自於夜 夜來自於貪嗔痴 所以明天我們還有一天的課程 會講一下佛法的基本 三法印 四身體八正道 最後是希望大家能夠受個十善業界 也就是說 身口意隨時保持在一個好的狀態 不但不造十二業 進一步呢 用我們的身口意 多去造十善業 當然造十善業 如果你能夠用一個慈悲心 菩提心 乃至一個 做了卻不執著的空性 那你所造的十善業就變成成佛之因 但是至少十善業會讓我們有人天福報 所以有這個人天福報 我們就可以不斷地修行 所以叫十善業為三世諸佛敬業之因 所以從一個痛苦的眾生到成佛 這個過程叫什麼 就是守十善業加上念佛 就這麼簡單 所以明天我們能夠各位有空 也帶著家人來受慈十善業的這種戒律 當然用菩提心來受慈 所以等一下要帶各位先懺悔 也替父母祖先懺悔 當然懺悔 早上要講 除了四種力量 這種改過力 一子三保力 所以決定不再犯的力量 再加上多做功德的對峙力 那在慈悲三妹水淡裡面 告訴我們懺悔的七種心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很用心 第一個念一下大慚愧心 所以學佛不要驕傲 這個世間只要有一個眾生 世界在受苦 都是我們的問題 那這自己那麼不圓滿 佛這麼圓滿 會有慚愧心 大慚愧心 第二個大恐怖心 那你要怕怕因果 所以就像昨天我講了 半餅 一腿三十半 所以你踢小狗一腿 你就要被打雷 所以這個因果很恐怖的 所以各位要有這種恐怖 而且剛剛詹勒法師有講 下地獄191年 做惡鬼一百七十萬年 做畜生 你殺一隻雞要五百隻 做雞被殺 那各位這一輩子 吃多少了 殺多少了 所以要有這個恐怖的想法 大恐怖心 第三個念一下 大出離心 所以我要趕快 再把這個業償還 懺悔掉 業力存在 唯一的好處 就是可以懺悔 這樣 這個業會逼到我們去懺悔 因為你不懺悔 你不斷的在痛 在痛 在苦 所以要這個 出離心 那如何懺悔呢 念佛報恩心 所以各位要多拜三十五佛 多拜八十八佛 但是佛教徒很喜歡 在過年初一到初三 拜三千佛 甚至拜到初七 拜萬佛 拜到兩隻腿 不是自己的 新的一年 然後呢 要不斷的去懺悔 替眾生懺悔 念佛報恩心 再來念下 冤親平等心 那從今天開始 不要太愛一個東西 太愛一個人 太恨一個人 對任何人 對任何宗教 我們都要絕對平等 因為你有不平等心 叫分別心 有分別心就造業 就這個意思 所以為什麼要消除我之 因為有我之就有貪生 是必定造業 所以各位要 要經常觀想自他平等 沒有分別 淹親平等心 第六個 來大悲救苦心 那要發起這種 大悲救苦的菩提心 來懺悔 所有眾生的業我來承擔 所有我的功德布施給對方 第七個 觀業性本空心 那各位要思為空心 再快樂再痛苦 它只是一個暫時存在 虛幻了 所以等一下法會完 要把這一本 金剛經送給各位 金剛經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講這個空性 破一切相 離一切相 凡所有相 都是虛幻 離一切分別相 極見諸佛 要破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者相 各位我們現在都倒背入流 但是要用了 你才會達到陰無所住 不會執著什麼 而生起大悲菩提心 那各位要多讀誦 思維 抄寫 金剛經 而且經典說 有金剛經在的地方 就有佛在 所以帶在身上 哎呀刀槍不露啊 有金剛經在 就可以禮拜 十方諸佛 所以金剛經不分 漢傳佛教 藏傳佛教都非常重視 跟新經一樣 所以各位要讀誦 抄寫 思維 禮拜 實修 所以特別把它映成這樣 各位每天就念一遍 特別金剛經 功德力太大 福報太大 能夠念世紀句 講給人家聽 橫河沙黃金珠包 的這種不思的功德 都超不了 講一句 賭一句金剛經的功德 所以 那希望各位能夠 來了解空性 所以所謂空性是 佛法者非佛法名為佛法 你不能執著任何一個法 所以萬法都是虛幻的存在 只是一個方便工具而已 你覺得這個對那個錯 那都是虛幻 所以關罪性本空 所以雖然我們 你不能說 師父我這輩子八關才戒 一整輩子然後又吃素 我怎麼還會得癌症 我告訴你 我認識的老婆娘 沒有一個不得癌症走了 但是我看到他們那種平靜 那種平靜 我很煩惱啊 像我師公 每次我去看他 海淘 師公一點都不痛 你不用煩惱 只是會瘦而已 我現在要在我往生之前 念完大不日經 希望我能夠 徵伐普利心往生淨土 他就真是如此 雖然他肉體在敗壞 這個叫修行 修行的肉體 每個人都要承受這個世間的共業 對 他的心 就像十六四大寶法王 他是往生在美國 他那個所有身上的器官 癌症都在他身上 但是他現在如此的平靜 在最後往生前 請醫生給他抽個血 他希望用他的血來做甘露癌 供養大家 醫生說你這個全身都爛掉了 這血有什麼好用呢 結果一抽出來一檢查 最乾淨的血 這叫修行 所以現在那個血乾露不得了 我到香港去 他們給我說 韓國老師你要不要 好啊給我 No 十六萬五千塊人民幣 小小一個 大家搶 所以 當然了 我身上有幾顆 如果你有癌症來找我 所以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這個肉體有這個業 但是 這是你必須要承受的 但是呢 你要有這種智慧 乃至功德力去超越它的痛苦 不可思議 所以 我現在絕對不會跟你說 你修行就不會生病 只是 病還是病 生老病死是必然的 但是 有修行的心態 甚至有空性 有慈悲的資糧 你不會把苦來磨 你可以超越它 所以 就叫觀罪性本空心 所以這七種心 各位 最好把三昧水燦拿來拜 把梁黃寶燦拿來拜 這個非常重要 你千萬不要說 我唸一個懺悔咒就好 其他我不用拜 你業障來的時候 你還真痛哭流涕 所以悟達國師已經修到國師了 對不對 這個人面昌一生下來 那種痛楚無法形容 所以玄奘法師像佛一樣 要死之前那種痛苦沒辦法形容 但是呢 諸佛菩薩慈悲高 就是你這一輩子的經濟 累世的業障 眾業千保這樣而已 來給他一種信心不要退轉 釋迦牟尼佛已經修到成佛了 他全家所愛的家族都被殺光了 想起來多恐怖 所以各位 你千萬不要再吃魚了 不要開玩笑了 抓魚的人 被活活逆死 切魚的那些所有女生 手腳都被切斷 吃魚的人全部殺掉 加逼羅未主 佛陀的家族 連吃也沒有吃 抓也沒抓 光比一下 魚可能快死了 那叫佛陀 三天頭痛的快要裂掉 比而已 所以各位你到超市 不要這邊比來比去 這個業報 你要真相信 不要懷疑 上位軍師問我 師父痴瘡啊 流血流不子怎麼辦 我說你是不是喜歡吃雞蛋 對啊 他說跟他有什麼關係 母雞生蛋多苦啊 這個是自然的果報而已 一個人生一個小孩苦得要命 那母雞每天生蛋 他每天都在痛苦 沒有辦法形容的痛苦 我們救了很多要被 要被撵成肉醬的 這些母雞 一隻才一塊錢美金 很可憐 一塊錢美金 還叫我們自己去債 還懶得債他呢 我們就給他救回來 那這個母雞才幾歲 一歲半就要被淘汰 他可以活到十五歲呢 還是少女呢 但是他生蛋的量太少了 那就是全部殺掉 屠殺 這個殺掉 碾成肉醬 馬上又做成雞的飼料 再給母雞吃 你看可不可以 所以我們只能 你要救多少都沒問題 問題是要有地點很難 所以每次我們弄一個紀元 馬上排隊 師父我要放兩千隻 我說放在你家 放兩千隻 我們才養五千隻 你一下一天就滿了 那個協會打電話 那個協會 聽說又有一個養雞場 一隻才一塊 那個煙吞 煙吞 一塊錢 可以放十五隻煙吞 你看 錢不是問題啊 場地的問題 誰要照顧 就是這個意思 養飾料 這個太慈悲了 所以 那時候我只是說 各位要深信因果 所以再備一次來 大懲愧心 大恐怖心 大粗離心 念佛報恩心 冤心平等心 大悲救苦心 觀夜性本空心 那各位要背下來 背下來思維 把這個心放在心上 你有沒有按照這樣來修行 這個叫實修 不然說 只要聽一聽 然後就放下了 今天各位是在聽太多了 但是 沒辦法 我一年才來一次 而且要勾引各位來受保管災機 很困難的 昨天還先修前行 一直勾引 就像我勾引我媽媽 勾引我祖母一樣 勾引老半天 用盡各種方法 所以 但是各位終於願意來 你一定累世做活 我幾世的媽媽爸爸 我才有這個機會來報恩 再請上我們 佔嚴法師 佔樂法師 在旁邊加油 想盡辦法 還有我們 克祖喇嘛 更努力 他帶了七百個小喇嘛 在修行 在幫助他們 這次來幾遍 因為我親近感情人 伯切 他中文非常的好 我不敢再叫他講了 各位會翻臉了 又沒有晚飯吃 你看修行多好 不用吃晚飯 你看時間又做少了 不用浪費時間 也不用煮 也不用吃 也不要吃飽 那邊繞來繞去 肚子撐著 何必當初呢 就像我講一個故事好了 他說有一隻兔子餓得要 底下有一個葡萄園 哇 就砰 裝進去 吃吃吃吃了一個月 後來人家採葡萄的藥來 哇 他跑不出來 太胖了 只好三天餓肚子 不然 就會被殺掉 這就是白忙一場 何必吃飽飽再來繞圈子呢 再來減肥呢 所以各位晚上喝杯水 等一下一人奶瓶 這就是你的晚餐 宵夜上的甘露水啊 喝了還拉肚子 為什麼 清肠 所以省了多少時間 哪裡沒時間 你可以花兩三個鐘頭 讀完一部地獎金 思維禁當金 做了很多善事 做了好幾場焉供 對不對 幫助多少老人 等等 所以意思是說 像今天八晚再見 才過了一半 現在六點半 到明天六點半 還十二個鐘頭 所以這才過一半 所以修行好不好 一天就可以 可以圓滿好幾輩子的功德 所以七四升天 一天八晚再見 念一下 忠品終身 極樂世界 都花得來了 忠品終身 受五戒呢 忠品上身極樂世界 各位今天有沒有受五戒啊 你往生以後 馬上往生淨土 一手一扳開 你就看到佛正的阿羅漢 最快正阿羅漢的方法 忠品上身 就快速正阿羅漢 如果你能夠發菩提心 就能夠上品往生了 所以很多阿羅漢 都在極樂世界 不敢來 因為正的阿羅漢 並不是消滅了 很多人認為說 正阿羅漢 生命就完全沒有了 不是 正阿羅漢 是內心保持 但是你阿羅漢 能夠入定七天 一出定 他又在這個世間 就像目見人 做阿羅漢 要被活活打死啊 所以阿羅漢 都跑到淨土了 然後當然 釋迦牟尼佛 就一直一直 勸他們發菩提心 看能不能到上品 轉為菩薩道 而不是阿羅漢就消失了 阿羅漢是方便說 針對印度修苦行外道 印離世間的輪迴 佛陀先這樣子說吧 但是後台講 《法華經》 唯有一秤佛教 眾生都可以成佛的 這才是究竟圓滿 那成佛幹嘛 成佛就開始輪迴了 輪迴就是你的淨土了 成佛以後 你可以下地獄 二軌道 你可以在人間 輪迴百千萬事 做國王 做妓女 他說你就利用這些 直至所有六道眾生 都脫離輪迴 你的輪迴才停止 因為這個叫成佛的意思 就像你成為一個醫學博士 醫學博士幹嘛 去醫病了 醫到你死了 因為你的任務 就不斷不斷不斷地去幫助眾生 然後不是死了就算了 馬上又乘怨再來 就不斷地輪迴 因為你成佛了嘛 所以成佛不是目的 救眾生才是目的 成佛是一個方法 這一點我們了解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來懺悔跟發怨 這樣功德最大 然後再把這個功德回向現實者 回向往生者 來圓滿我們今天的功德 不過我實在不願意放各位回家 你回去一定會造業的 不小心還吃了麵包 吃了桌上馬上就造業 所以我經常接到電話 師父幹嘛 我回來吃的東西怎麼辦怎麼辦 我不是交代了嗎 沒辦法忘記了 所以好累啊 坐了一整天回到床就坐下去 你就造業了 床您坐都不行 不能坐臥高廣大床 今天回去你老公看到你 今天怎麼這麼漂亮 牽你一個手你就完了 破戒了 然後你兒子又跟你囉嗦 那你又起煩惱了 所以各位家庭恐怖恐怖啊 所以家叫逼迫束縛恐怖 所以我們才要出家 所以當然各位你要保持正念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找一個房間 鎖起來不要吵我 到明天六點半 自動捨戒 因為家睡覺 家甚至就是種種二元聚會 很難修行 所以極樂世界修行一百年 還不如五卓二世修一天的功德 因為五卓二世很多的困擾煩惱 你還能夠保持正念 最難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等一下各位要入危險的地方了 所以你要小心 要保持正念 你要說我回去度眾生 這樣 回向給他們 要這樣去思維 所以等一下我也帶各位前程一起懺悔 好不好 懺悔的時候 父親在這邊 媽媽在這邊 累世媽媽 累世爸爸 前面的冤親在主要殺你 要你得癌症的冤親在主在你前面 你不情深跟他懺悔 他不原諒你 所以各位這種冤親在主很難纏的 特別是感情在 所以我前一陣子 就是我們顏秀穎 他在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突然他的重要人打電話 心聲自殺了 我們一查 這麼年輕 原來有個情在在主叫他去上吊 所以各位這個世間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所以各位要有這個 賢臣向他們懺悔 不然他會破壞你的修行 你越想要修行 他又要破壞你 殺業的在主 偷盜業的在主 感情業的在主 講也講不完 所以懺悔完以後 那進行不要發怨 眾生無邊十元度 所以大家跟我背一次來 往昔所造主二業 你要 觀想他都來了 皆由無死貪嗔痴 哎呀都是我對不起你們 我的貪嗔痴 怎麼造二業 從生口意之所生 從生與意之所生 經對佛前求懺悔 第二邊是一切罪障皆懺悔 第三邊是一切罪根 根就是還沒有發作了 障就是現在已經來了 一切罪障根就是還在裡面 你連這個根 累世累世 我們造了多少的罪也不知道 所以各位要把這個懺悔記背下來 等一下發課頌本給各位 如果你不會背 然後呢就要懺悔三遍 然後懺悔完以後 發怨 我不再這樣貪嗔之兆而已 我要把你當作未來佛 我也要為你成佛 這樣眾生無邊是願度 煩惱無盡是願斷 法門物量是願雪 佛道路上是願成 各位這個一定要背 這個是佛教的根本 發心的根本 由四聖體轉為四弘是願 所以每天要吃飯都要念這個 為什麼要吃飯 為了度眾生 不是為了好不好吃 眾生無邊是願度 而去斷惡修善度眾生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這樣懺悔完 懺悔完以後來回向 這樣功德更願吧 好不好 我很真希望你一懺悔完 一發怨一回向 回去身體覺得很舒服 心情很好 超度了你會覺得整個都改變了 身心都改變了 所以我幫了很多人 特別我自己的哥哥 我哥哥呢連續七次癌症 我都帶他發怨 他就問他喜歡吃肉這樣 不能吃肉就吃肉鬆 這樣 馬上就發作 但是馬上就叫他懺悔發怨 他馬上指數的掉到零 真的是不可思議 所以 但是他到現在還是說很壓抑這樣 他很想吃 所以 但是好在他有個和尚弟弟啊 但是這個燕青寨主太恐怖了 讓他苦到不知道怎麼辦 好 打開生命電視台就是打開您的心 打開您的心 就讓我們心中的佛陀呈現出來 把愛 慈悲 平等 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菩薩 菩薩 是泛與菩提薩多的略稱 菩提是絕、智的意思 薩多解釋作有情、眾生 與生文、圓絕、合稱三秤 又為十把界之一 經文中常出現的菩薩摩赫薩 則特別指七地以上的菩薩 例如文書菩薩、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 另外在半文中 薩多還有勇猛的含義 菩提薩多是勇猛求菩提的意思 因為勇猛 所以菩薩為了教化眾生 有似無畏 一、總持不忘 說法無畏 菩薩能聞持教法 亦持眾意而不忘 因此說法無畏 二、敬知法要 即知眾生更欲信心 說法無畏 要有兩種 為世間法 出世間法 眾生之根器有種種 菩薩皆能了知 因此說法無畏 三、善能達問 說法無畏 一切意見皆能摧破 一切正法 心能成立 四、能斷物疑 說法無畏 面對眾生問難 應激解說佛法 能如法的 巧斷眾生的疑惑 菩薩的精神 正是一種大無畏的精神 這精神 是從最深的慈悲發出來 菩薩的智慧 勇敢 無畏 都是由於大慈悲心 有了大無畏 菩薩才能忘我 這也是大乘佛法的真精神 一是無我 二是慈悲 行慈悲 而不只有我 只無我 而不斷慈悲 菩薩 是出世而不離世的 為斷煩惱 所以要出世 為度眾生 所以要住世 因此說 眾生以菩提為煩惱 菩薩以煩惱為菩提 應經功德殊盛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赫薩 摩赫薩 摩赫般若波羅蜜 卡錩 金邦 金邦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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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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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